国家医保局明确表态 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 针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问题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 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 目前各地均由财政部门 对常态化核酸检测提供资金支持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国家医保局部署各级医保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推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多轮降价 降低疫情防控成本 根据国家医保局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日前印发的通知 对于政府组织大规模筛查和常态化检测的情况 要求检测机构按照多人混检不高于每人份3.5元提供服务 据介绍 参保患者看病就医时发生的核酸检测费用 可以按规定由医保基金支付医保为何不能买单常态化核酸 对于谁是买单方 其实早有规定 根据2020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应检浸检所需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 愿检浸检所需费用由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承担 需要问的是 常态化核酸属于应检浸检还是愿检浸检 之前对于应检浸检人群定义为包括密接 境外入境人员 发热门诊患者 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 监索工作人员 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等 愿检浸检人群及应检浸检之外想做核酸检测的市民 记者注意到 部分省市医疗保障局会为应检浸检买单 据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发文表示 如参保人属于应检浸检人群 按规定在深圳市内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 费用由医保统筹基金和财政资金按比例支付 个人无需承担费用 医保个人账户不会被扣费 但是 常态化核酸所面对的人群显然远多于原定的应检浸检人群 但如果将常态化核酸界定为愿检浸检也不合适 从法律层面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军回应记者称 社会保险法第三章基本医疗保险第28条规定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急诊 抢救的医疗费用 按照国家规定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30条中的第三款还规定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社会保险法的上述规定指出了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 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显然不在其中 实际上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属于公共卫生的范围 社会保险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 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不一样 按社会保险法的规定 养老保险的资金来自职工和用人单位缴费和政府财政补贴 而医疗保险资金则只有职工和用人单位的缴费 相比而言 医疗保险少了政府托底的承诺 在医疗保险资金使用问题上 必须要万分小心谨慎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其中提到统筹医疗保障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 提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 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 但这样的统筹衔接应该是有限的 主要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 而不是随意调用 唐军说道 医保承担了多少核酸检测费用 医保是否承担了部分核酸检测费用 答案是肯定的 2020年6月 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配合做好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有关工作的通知 其中表示 要在综合考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需要 本地区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 按程序将针对新冠病毒开展的核酸抗体检测项目和相关耗材纳入省级医保诊疗项目目录 并同步确定支付条件 此后 多地响应国家医保局并跟进 依据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发文 医保对于核酸检测支持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 推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采采购渠道 第二 将核酸检测项目纳入医保诊疗项目目录 疫情防控期间诊治需要的核酸检测或抗体检测费用按医保规定予以支付 诊治需要如何定义 记者注意到 不同地区对于核酸检测医保报销方式比例有所不同 据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 其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纳入医保诊疗项目目录 按医类项目管理 所有参保人员因医疗需要都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据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根据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 自2022年4月4日起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价格调整为28元次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混合检测价格调整为每样本8元 医保支付范围现发热门诊或具有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的患者 按甲类支付 从整体来看 医保和财政共同承担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应检浸检 以及去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或发热门诊时的核酸检测费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医保花了多少钱 此前 各地曾公布过一些数据 林仪式医疗保障局此前在工作会议上指出 2021年 通过三轮价格调整 大幅降低核酸检测价格 单人单检 多人混检 每人份价格分别降到40元和10元 医保基金支付应检浸检核酸检测费用6800余万元 广东省赵庆市医疗保障局发文表示 截至2021年12月30日 全年共结算核酸检测对象本地参保人319.43万人次 总医疗费用1.24亿元 其中医保支付金额9515万元 支付比例达76.9% 参保人异地就医核酸检测医保支付超100万元 据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截至2021年8月底 上海医保累计支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和抗体检测1500余万次 仅12亿元费用